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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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妹大家平安 我是陈志宏牧师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 是要学习如何在财务的管理上 成为上帝的好管家 今天是第一集的课程 我们要首先分享的是 天国经济学的导论 分享之前请大家先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你认为呢 假如说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讨论有关这个理财 投资赚钱的问题 属不属灵呢 特别假如我们是在主日崇拜当中 讲这样的信息 属不属灵呢 其实上帝告诉我们 有关天国的福音 就是好消息 不仅光复我们死亡之后 离开这个世界 是否能够进入上帝 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国度的里面 其实呢 也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 和和本圣经 永生这个字呢 其实这个翻译呢 有些时候会误导我们 让我们以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呢 只关乎我们死后的事情 其实呢 这个字原本的翻译应该翻译成 生命可能更加全面一点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章 十节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生命跟永生的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其实这个字呢 他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个是末世性的意义 一个是现实性的意义 末世性的意义呢 就是永生这个翻译所要表达的 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就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进入上帝 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 新天新地的国度 但是现实性的意义呢 是代表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 如果我们信耶稣只能经验到 这个末世性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呢 那就有点可惜 因为呢 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 还开始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其实呢 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经验到 上帝赐给我们呢 这个现实性生命的意义 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那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呢 当然也包括经济生活在里面 根据一些圣经学者呢 对圣经经文的主题呢 做一些分类的研究 他们就发现在整本圣经当中呢 提到有关祷告的经文 大概超过500节上的圣经 那提到有关这个信心 也是非常重要的题目呢 大概不到500节的圣经 不过大家猜一猜 圣经当中提到有关这个钱财啊 产业啊 这些这个资产的方面的经文 有多少节呢 答案是超过2350节 在四福一处当中呢 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 整个四分数当中 耶稣一共讲了38个比喻 那其中有16个比喻呢 跟钱财跟产业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其实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 讲到传讲信息教导的时候 我们把有关钱财跟产业的部分呢 经文略而不看 那是非常可惜的 有很多的真圣经的真理 我们就这个失去了 那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讨论 钱财是一件非常属灵的事情 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21节 这样告诉我们 你的心在哪里呢 你们的财宝 你们的财宝在哪里呢 你们就心在哪里 所以耶稣非常关心我们的心在哪里 所以耶稣呢 经常跟我们讨论有关钱财的问题 今天我要先跟他分享的是 天国经济学的导论 天国经济学的导论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委任我们每个基督徒呢 做他天国基金的管理人 他把很多的资源交给我们管理运用 那每个一段时间呢 他会来评估一下 到底我们怎么样 这个好好的使用 他给我们的资源 看看我们的绩效如何 然后呢 假如说我们管理的绩效很好呢 他会把更多的资源交托给我们管理 但是假如我们管理的很差呢 他可能会把我们的资源当中一部分收走 然后呢 把他交给更能够运用管理这样子的人去使用 你说这个圣经真的这么教导我们吗 我怎么找不到这一段呢 圣经真的这么教 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的25章 这个14到30节这段比喻 等一下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 请你特别呢 从投资理财的角度呢 来思考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的第25章 14到30节是这样说的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财干呢 给他们银制 一个给了5000 一个给了2000 一个给了1000 就往外国去了 那零5000的隋吉郡做买卖 另外赚了5000 那零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 但那零1000的去绝开地 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零5000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5000来说 主啊 你交给了这5000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5000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2000的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2000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2000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1000的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恋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恋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代曆收回 夺过他这1000来 给他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所以这个比喻呢 一开始是这样说的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里交给他们 然后按他们的才干呢 给他们银子 分别给了50002000跟1000 用我们今天的场景呢 来形容可能是这样子的 有个有钱人要出国去 他就找了呢 三个投资理财专员来 一个给他5000万 一个给他2000万 一个给他1000万 那委托他们去操作 他就出国去开拓海外市场 或到国外去做他的移民间 或者是呢 有一个人呢 要到美国回到大陆去呢 这个小住几个月 然后呢 他就呢 选了三档的基金 把他的手边的钱呢 这个一档投资了50万 一档投资了20万 一档投资了10万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自己有钱 但我们不自己理财 我们要找别人代劳呢 至少有两方面的可能 第一方面的可能是呢 我们虽然拥有一些资金 但是我们却缺乏呢 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 那在早一点的年代呢 我们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这个定存 收利息 那其实 那个时代呢 这个定存的利息还相当高 还不错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收益 但是呢 随着这个世界经济景气的变化呢 我们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银行利率怎么样 节节的下降 越来越低 那银行利率呢 现在非常的薄 甚至呢 赶不上我们的通货膨胀的速度 所以说呢 我们再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呢 其实呢 这个我们会觉得非常可惜 那怎么办呢 当然是要把钱投在这个 投资效益呢 这个收益比较高的商品的当中 比如说呢 有人在投资股票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他们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呢 高收益的这个工具呢 多半呢 伴随着高风险 所以虽然有少数人呢 短期透过投资股票 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但是有更多的人呢 因为投资股票呢 不散 然后呢被套牢了 亏损的一大糊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因为投资股票呢 有许多的学问 一般人呢 不见得具备相关的知识 也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动向 所以只能一窝蜂呢 跟着流行走 大家买什么股票呢 就跟着买 可是当你开始跟着去买的时候呢 股票怎么样 已经在高点 当别人开始卖的时候 你发现别人在卖的时候呢 你才去卖呢 你就卖在低点 所以说呢 其实这样的做法呢 一定会亏损 因应这个需要呢 现代的银行呢 纷纷设立呢 叫投资理财专员呢 来为客户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有些呢 还带客户操作 不过呢 你要有这个理财专员为你服务呢 是要有一定门槛的 补片的银行呢 大概要台币300万元以上呢 你有这样的存款呢 他才开始有理财专员为你个别服务 如果我们的钱呢 没有多到一个地步呢 有理财专员来为我们服务 但是我们还是想呢 这个有好一点的投资怎么办呢 有另外一个做法 可以提供我们这些小金额的投资人做参考 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一些钱呢 来买基金 那其实每档基金呢 他都有专业的经理人呢 去操作他 这个去这个评估 到底要买什么要卖 什么时间点比较好一点 所以如果那一档的基金呢 这个绩效好 我们过去所买的每单位的这个基金的这个价值 就会提升 我们就会有好的收益 所以呢 我们会把钱交给别人管理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有比我们更好的理财的知识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 我们既有钱 需要找别人代劳的可能原因是 我们既拥有资金 我们同时也有专业的知识 但是呢 我们的产业太多了 那时间又很有限 我们便将一部分的产业跟资金呢 交给专业的经理人去管理 那很多大企业家呢 不会自己呢 担任他自己所设立的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或是总经理 他会委托一些专业的经理人 他会提拔一些优秀的员工呢 来担任这些职位 有越多优秀的人才呢 被培育出来 替他去这个经营公司呢 其实他事业的版图呢 可以扩张的这个更加快 更加这个大 那这个比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这个家族代表谁呢 这个家族当然是代表上帝 那这里面的仆人呢 是代表每一个基督徒 上帝有很多丰富的产业 上帝也并非没有能力 没有时间管理这些产业 但是上帝呢 先将一部分的产业呢 资源呢 交给我们管理 为的是训练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人才 上帝委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 做他天国基金的这个经理人 他把很多的资源交给我们管理 上帝呢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 他所托付给我们这些资源 让他的国度能够带有能力的降临在这个地上 彰显在这个世界 让天国的版图呢 可以在这个世界呢 能够向左向右延伸跟扩张 上帝给了我们哪些资源呢 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财富 生命纪十八章将告诉我们 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 因为得获财的力量呢 是他给领的 我们可以这个有能力 这个有智慧去赚钱 这样的得获财的力量是上帝给的 诗篇的五十篇第十节这样说 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哈盖书的二章八节 万君之约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所以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我们得获财的力量 我们所用的这些资源呢 各式各样的金资源 是来自上帝的供应 上帝还给我们哪些资源呢 我们的生命气息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健康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 雅各苏的四章十四到十五节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呢 每一天的时间呢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问你有没有好好珍惜 你的时间 你的光阴呢 过去我们的这个形容词叫做杀时间 就是消磨时间的意思 如果你觉得你的时间太多了 要杀时间呢 那么接下来有几句话 你要好的思考一下 第一个 如果你杀时间 你该知道呢 他被杀死之后是不会复活的 还有呢 如果你一定要杀时间 为什么你不殷勤的使用他 然后用到完 用到死呢 然后最后一个 你没有办法在杀时间的同时呢 不伤害到永恒 健康呢 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资源 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身体呢 是圣灵的电 我们有没有好好保养 顾洗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如果不好好对待呢 上帝的这个 给我们的圣灵的电呢 跟很多前书说呢 上帝是会给我们算账的 因为这是他的电 有健康的身体呢 就像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但是呢 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呢 英雄也没有用武之地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恩赐呢 也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资源 亚各书一章五节说 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纳厚斥与众人 也不斥着人的上帝 主就必赐给他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 十一节 恩赐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这一切呢 都是这位圣灵所应循 所以旨意分给个人的 所以我们的聪明才干呢 我们的智慧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上帝还给我们哪些资源呢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真言的十八章二十二节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当然呢 得着贤妇的一样 也是这个耶和华的恩惠 诗篇一百二七篇的第三节 儿女是耶和华所吃的产业 所怀的胎呢 是他所给的赏赐 其实在我们今天 少死化的世代 我们更加珍惜 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 是给我们产业 天国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 因为地上的财富呢 没有办法带到天上去 但是人呢 是永存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多少的心思 在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身上呢 你珍惜上帝 托付给你这些宝贵的资源吗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还告诉我们呢 上帝会根据我们的经营绩效 来调整呢 他在我们身上的投资 第十九节 他说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为什么主人要来跟仆人算账呢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把你的资金呢 交给一些投资理财 这个专员来帮你操作 你会不会去关心一下 他这个投资的状况怎么样 或者是呢 你把一部分的钱呢 放到一些基金当中 或一些股票的里面 你会不会每隔一段时间 去关心一下 这个基金或股票呢 他的这个投资报酬率 到底有多少呢 比喻当中 三个仆人交账的结果是呢 原本领了那个五千两的呢 另外又赚了五千 原本领了两千两呢 另外又赚了两千 好 请问这两个理财专员 他们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百分之一百 对不对 那领了一千的那个仆人呢 告诉主人 他手中有多少银子呢 还是只有一千 所以请问这个第三个投资理财专呢 他的投资报酬率多少 他的这个报酬率是零 好 主人介绍什么反应呢 这个主人的反应是这样 夺过他这一千来的 给那有一万的 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 因为主人说 凡有的呢 还要加给他 加他有余 没有的呢 连他所有的要夺去 不知道我们过去 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困惑 这个有些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个主人是否太残忍了一点 第三个仆人原本怎么样 他只有一千两银子 对不对 那这个为什么连他所有都要夺去 给那个已经有一万两的银子的呢 其实呢 这个我们会觉得好像是锦上添花 如果呢 这是社会福利的工作 一个社工员呢 把那个只有一千块的这个补助金的 受住户的钱呢 拿回来给那个已经有一万块钱的 这个受住户的 这个的受住户呢 那就是不公不义 这个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但是这个比喻并不是讨论 这个社会服务爱心的这个问题 这个比喻是一个投资理财的比喻 所以如果我们用基金投资的观点 来思考这个比喻呢 我们就能够很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 如果你投资了三档基金 那你投入资金的比例呢 是5比2比1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 前两档基金的投资报酬率是100% 第三档基金的投资报酬率是0 请问你接下来会做什么 但是把那个第三档基金的钱 怎么样输回来 放到前面呢 这个投资绩效了100%的基金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决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晚上 就是上帝要来评估 他托付给你说 拥有天国基金的时刻 请问你的投资报酬率有多少呢 上帝会称赞你是这个 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呢 还是上帝会责备你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呢 上帝会对你的这个天国基金呢 加码投资呢 还是他会减码投资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是怎么样管理经营上帝所赐给你的 这个金钱产业 你的时间 你的健康 你的智慧 你的才干 你的家庭 你的人际关系 网络呢 这是我们的值得好好思想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是我怎么知道 我所拥有的天国基金的投资报酬率 现在到底是多少呢 这怎么算呢 其实地上的基金很容易算 你投入多少钱 然后现在拥有多少钱 很容易计算 但是天国的基金要怎么算呢 怎么算 其实圣经没有一个计算方法 现在弟兄姊妹 如果你懂得问这个问题呢 就表示你应该不是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因为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不愿意动脑筋 苏杰他说 但那领一千的呢 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呢 埋藏了 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他就把钱怎么样 直接呢 打开保险箱 放进去锁起来 不要说他花时间去思想 怎么样投资呢 才能够好的收益 他连的把钱拿到银行去呢 办个定存呢 收定存的利息 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呢 他都懒的去做 那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领一千的仆人到主人面前交账时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剧练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他控告他的主人呢 是一个剥削压榨员工的资本家 如果他的投资结果呢 是帮老板赚钱呢 他不一定会分到利润 如果他投资的结果是亏损呢 他不但要挨骂呢 他可能要赔偿老板的损失 这叫什么呢 有功无赏打破要赔 所以他的心态就是多做呢 多错少做呢 少错 所以他就采取了不做不错的态度来因应 这个仆人 因为认定他的主人是个恶主人 所以他就埋没了他所领受的财干跟资源 什么都不做 但是请问他的主人真的是一个恶主人吗 是个坏主人吗 21节这样告诉我们 主人对那个前面那个赚了5000人说什么呢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所以用我们今天的场景来形容呢 就是有某个企业集团的总裁 对他旗下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这样说 你把这家公司治理经营的有声有色 业务蒸蒸日上 所以我要派你做更多家公司的总经理 而且你可以拥有这几家公司的一部分的股票 公司赚的钱越多 你分的红利越多 请问这样的老板好不好 这样老板好奇了 可是这个前面那个第三个 这个仆人说他的老板是个恶老板 怎么样才算好好的管理运用上给我们的资源呢 我们所拥有的天国基金的报复 怎么才会高呢 16节告诉我们说 那零5000的呢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5000 请注意这个随即拿去做买卖这个描述 意思是什么呢 你去做你去尝试就对了 这个天国经济学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去尝试去运用 就会有成长会有收获 如果你有投资股票或基金的经验 你就知道呢 绩效再好的这个股票或基金呢 也不是天天上涨的 有涨有跌是正常的现象 涨的多跌的少呢 就是好股票好基金 基图管理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的态度 应该是什么呢 多做多对少做少对 不做呢不对 难道我们没有犯错的时候吗 当然会 实际上呢 我们犯错的比例还不低 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呢 是一位良善的上帝 他是一位好神 他会容忍呢 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 忍耐等候我们的成长 因为他不单是我们的主 他也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请问有没有哪一个小孩子 他出生之后在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从来没有跌倒过 有哪一个小孩子在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从来没有掉过犯例呢 一个父亲会因为自己的孩子 这个一岁的孩子 学走路跌倒就骂他笨吗 一个爸爸会因为两三岁的孩子 学自己吃饭 掉犯例就罚他不能吃饭吗 其实不会对不对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就要去做呢 上帝会容许我们有一些尝试错误的过程 而且上帝会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见呢 主人称赞呢 这个前面两个仆的重点是什么呢 良善还有忠心 忠心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敬己知味中 所以当我们很殷勤 很努力的去运用上帝我们的资源呢 就是忠心 那我们比较不容易明白什么呢 到底这个这两个仆人怎么样看得出是他们良善呢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两个仆人是良善的呢 我们可以从他们呢 跟那个恶仆人的对照来找到线索 那个恶仆人为什么是恶的呢 因为他认为他的主人是一个坏的主人 所以呢 他就采取不做的态度 这个反过来呢 这两个良善的仆人呢 他们心里面相信呢 他们的主人是一个好的主人 所以他们乐意呢 这个采取行动付出代价 去这个投资做生意做买卖 为他们的主人呢 争取呢 更大的收益 亲爱的丢子妹 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才干嘛 我们领受资源很有限嘛 你说我们没有办法呢 这个达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要求 我们天国投资的基金绩效会很差 其实呢 刚刚好相伴 我们回到这个比喻当中 那赚了2000两的仆人呢 其实他所得到的称赞怎么样 跟那个赚了5000两的仆人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说赚了5000两跟赚了2000两 不是差了两倍半吗 关键是什么 他们原本所领受的这个资本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如果呢 一个1亿规模的基金赚了1亿 然后一个5亿规模的基金只赚了3亿 你会把钱优先投资在哪个基金当中 当然是投资在那个1亿 对不对 因为他的投资率有百分之百 那这个5亿只赚3亿呢 他投资报酬率只有百分之60 那请问呢 这个资本小的基金 投资报酬率容易高呢 还是资本大的基金呢 投资报酬率容易高呢 其实照现实的经验呢 一般是比较小的这个基金呢 投资报酬率容易高 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 所拥有的天国基金呢 刚开始呢 这个不太多呢 那我们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加倍的 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呢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透过今天的信息呢 我们知道上帝 其实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资源 包括我们的这个财富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 可能在某些方面呢 你是上帝的好管家 你在那个方面呢 是一个称职的天国基金的管理人 不过呢 可能有些时候 我们会在某些方面呢 我们疏于去管理跟经营 我们呢 不太去理会这个方面的需要 比如说很多人 这个会舒服他的健康 很多人会怎么样 舒服他的这个 这个跟家人的关系 有些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 表现很好 可是在某些方面呢 我们去疏于照顾 如果某些方面 因为你过去努力的成果还不错 感谢上帝 我们要为上帝 给我们这些资源恩典呢 来赞美他 因为这一切的原始的资本呢 都是上帝所赏赐的 但是如果呢 在有一些方面 这个的资源呢 你过去真的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呢 在这个去经营管理 以至于那些方面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警讯 你会发现呢 有些怎么样 已经开始闪黄灯了 这个比如说呢 这个有些时候你就发现了 这个你好像精神 没有以前那么好 对不对 这个以前熬夜没什么问题 现在熬夜好像花很多时间 才能恢复过来 其实已经出现黄灯了 甚至有些时候已经出现红灯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呢 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勇敢的去面对那些问题 特别是我们过去疏忽的地方 我们没有好好去这个 在那个方面呢 好好去管理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去认真的去投入他 好 就像我们可以转亏为盈 反败为胜 我们一同低头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那位后世百物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切的智慧 我们一切的能力 我们一切的才干 我们得获财的这个这样的智慧能力 都是从你而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可以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各样的资源上 借我们当尽的本分 好叫我们可以享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欢喜跟快乐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祷告